各位西班牙人 俱乐部的股东们 鹦鹉球迷们 大家好 欢迎大家参加此次线上股东大会 上个赛季结束后 我曾经因为球队降级而向大家发表讲话 我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 为了让西班牙人回到他应有的位置 俱乐部的每个人都专注于纠正我们的错误 并进行庇佑的改变 十个多月后的今天 我们实现了从访西甲的目标 俱乐部在面临全球性的极大社会困难和体育困难的时刻 我们以坚持 签讯和团结的价值观 展示了俱乐部坚忍不拔的品质 展现了我们最优秀的一面 证明了当我们保持这个价值观的时候 我们可以实现既定的目标 我又感谢球员 救量组 管理团队 感谢所有员工对目标的承诺 最重要的是 感谢鹦鹉球迷们 尽管疫情让我们保持距离 但你们用实际行动给我们上了一课 你们用无数的社会创举和对球队此中如一的陪伴来支持俱乐部 作为主席 我感到无比自豪 我们所展现出来的团结的力量 是我们必须珍惜的宝藏 我们又把它放在所有劫策的中心 让它成为构建未来的基石 在俱乐部成立120周年之治 我们领域了一个必须稀奇的重要道理 在作势的过程中 又始终保持坚信的态度 必须100%的付出 每天都有提高 始终尊重每一个对手 在所有的领域都又有 展示自己最好水平的雄心和壮志 挂气的经历 提醒我们在重访西甲后 又谨慎行事 我认为下个赛季是巩固这些变化的机会 巩固重访西甲的成果 每一场比赛都有竭尽全力的付出 只要保持谨慎 接受忍处于疫情困难下的现状 才能继续建立一个 渴望迎接更大挑战的俱乐部 保健风从模拟出 梅花香至苦航来 愿所有的鹦鹉球迷一样 在这艰难的时刻里 西班牙人团结一致 也使我们更加相信 未来的机会和可能性 且这个信念成为动油 由于梁赛的财政限制 我们处于一个复杂的时刻 今天我想告诉各位股东 我们从经济层面的支持 转换成实体的稳定 2020-2021赛季 在体育层面上 我们又广力球队降级适宜 此外 疫情几乎对所有体育企业的经济造成冲击 其中也包括我们俱乐部 俱乐部收入的大幅减少 这将表明俱乐部在6月30日 本赛季收光之际将面临就大次日 因此 为了表明我们对俱乐部 可持续发展和潜力的绝对信心 董事会决定对俱乐部进行争论 为俱乐部提供更大的稳定性 并弥补球队 在2021-22赛季的成本负偏差 尽管仍有许多困难稀有客服 但我相信 随着本届股东大会批准这一决定 我们俱乐部将在下个赛季的财政竞争中 迈出重要一步 我相信如果我们能够再一次 稳定地留在膝甲 我们将重新保持财务平衡 我们的中前期是令人期待的 此外 西班牙人的会员和亲民们 都应该收到新赛季会员注册的信息 我也期待大家能踊跃参与新赛季的会员注册 关注我们的会员 并且在社会层面成长 是俱乐部重要的任务 我们将继续努力抓到这一点 我也非常感谢所有股东 球迷 会员和支持者 在困难时期对俱乐部的支持和承诺 最后 我冲心地缅怀挂气这几个月 因为疫情而离开 我们的会员们 球迷们 朋友们 以及其家人 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 感谢大家 西班牙人忘睡